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肌里细腻 骨肉云 绣罗衣裳照暮春 促进孔雀 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 翠为恶叶垂遍唇 背后何所见 珠牙腰结 吻衬身 酒中云木 焦房清 赐名大国 国语秦 紫陀之风 出翠府 水晶之盘 行宿林 西柱燕玉 酒未下 鸾刀吕切 空分轮 黄门飞空 不动尘 欲除落意 送罢针 小谷 哀影赶鬼神 滨从砸踏 食药金 后来鞍马 何群寻 当宣下马 入景音 羊花雪落 赴白贫 青鸟飞去 咸红金 至烧可热 逝绝轮 嗯 慎莫尽前 承向琛 什么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我们来看看杨贵妃的兄妹 就知道了 杨春节那天 杨氏姐妹带领侍女 来到曲江游春 她们一个个铁台娇贵 肌肤丰润 身材圆衬 穿着袖有金孔雀和银麒麟的绸缎 头上戴着翡翠玉花 裙腰上镶嵌珠宝 燕饮时 翡翠锅端出紫陀峰 水晶盘盛满白鱼仙 而他们吃腻了山珍海味 捏着膝脚筷子久久不动 让厨师们空忙了一场 宦官骑马报信 不敢扬起灰尘 御厨络络不绝地送来美味 寄人演奏声宵助兴 声音可以感动鬼神 满座宾客都是权贵 位居右相的贵妃兄长杨国忠 策马飞奔来到宣门 才下马大模大样地 步入锦毯铺地的帐篷 因为贵妃一人得宠 杨家的气眼无与伦比 千万不要走近他们 否则惹得丞相发怒 后果就严重了 全诗没有一句评论 但通过细节写实 辛辣地讽刺了权贵生活的交涉隐意 让人如亲眼目睹 这套免礼藏针的手法很高妙啊 我们下马上市有点少了 我们下马上市有点不幸 up 这套免礼藏针的 是一个愿者 一定会有点好 才能放在地套马上市有点兴给 完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